近日,演员高二玲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动态,并配文好久不见还是依旧很亲,原来是她和家友儿女中流星姥姥的扮演者孙桂田重聚了。 视频中的高二玲穿着花色的夹克,身材依旧魁梧高大,看起来心情十分愉悦。 身旁的姥姥孙桂田右手挽着高二玲的手臂,两人的姿态亲密,宛如亲母子一般。 现今79岁的孙桂田身体依旧很健朗,走起路来步伐依旧很稳健,此番同框也引起了众多网友对时光岁月的感慨,勾起了大家对家友儿女的回忆,有些网友还贴心地提醒姥姥注意身体。 同一天,杨姿也晒出自己在拍戏时听到家友儿女主题曲时手舞足蹈的视频,从中也感受到了杨姿一致不住的开心和激动,父女俩隔空互动。 据《家友儿女》播出到现在已经有16年了,各自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,但一家人还是会经常见面。 《家友儿女》这部剧让五个人建立了身后的感情,在娱乐圈也是非常难得的。